杜丰30家大外援已经到位 广东队出辽宁队 找到了突破口 接下来辽宁允许当和出仗 基本上稳稳锁定了 对接下来的比赛 可以说让人期待 延花在底部的点赞按钮长按 并且点一下收场加推荐 我们重点聊不到 那么接下来广东队 虽然说在全球会丢掉了冠军 但是对接下来 其实杜丰 他马上做出了调整 做出了安排 而且对于广东队 核心的大外援 并且也是关键时刻 完成绝杀的核心一员 他就是威姆斯 威姆斯终于来到了广东红领队 基本上做好了充足准备的 对接下来也是参加了 接下来是被比赛的一个集训 对于广东红领队来说 拥有着威姆斯 证明在场军的得分当中 可以轰下26分的超级魔兽 而且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只要发挥稍微出色一点 拿到30加的数据 基本上很正常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那么杜丰 他所率领的广东队 并不会因为全运会 一次比赛的失利 也就是丢到了这个冠军 而感觉到自身的状态下滑了 反而呢 马上做出来了调整 而且姚明跟思飞方面呢 也做出了响应 我们首先呢 就要聊到杜丰 他接下来做出的这个安排 到底对广东队有多大的利好 多大的好处呢 提到这里呢 大家都了解过 威姆斯他在过去 对于广东队的作用性 到底有多大 这很明显 能够看得出来的 尤其呢 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其实威姆斯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刻 上出来 包括了在季后赛 那么无论是面对着北京首干队 还是说直到后来面对着 辽民队的总决赛当中 那么威姆斯呢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 最后的时间当中的皇城决杀 或者准决杀 可以说呢 威姆斯他作为广东队的小前锋 打出来了成绩 还有在关键时刻的领导能力 缺一不可了 这也是广东队过去的比赛当中 接连拿到了三连贯的重要原因 那么直到如今呢 威姆斯已经到位 已经呢 回归到广东队了 并且在之前 那么威姆斯他跟 朱芳与杜丰的合同 正式达成了续约的 简单来说 接下来呢 那么虽然说 斯美一方面采用 全华帮全部本土球员进行比赛 但是呢 杜丰他依旧是 未雨绸缪 而且不仅是广东队 另外还包括了 辽宁队 浙江队 北京首干队 等战队 其实都做好了准备 纷纷跟外援打成了续约 这就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信号 还有接下来 姚明他的安排 这确实呢 也使得接下来 那么 当核出战 基本上成了一个定局 也就是我们聊到了 姚明方面呢 接下来在斯美方面 虽然说是不允许 外援上场打比赛 但是大家都能够看到 众多斯美的球队 都纷纷 签下了自己 核心的外援 也就是呢 为接下来 派上外援做准备 这个点很明显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过去呢 大家能够了解到 姚明他在斯美方面 做出来的决定呢 是可以随时变通的 也就是呢 并不是一成不变 对接下来呢 随着国内外情况 不断的好转 那么外援呢 来到我们国内打比赛 如今来看呢 也逐步可能性加大了 尤其呢 是派上当外援出战 这种可能性要更大 毕竟在过去呢 那么派上双外援呢 确实有一点多了 那么如今来看 允许每一支球队 派上当外援 又或者说 在最后的第四节 允许派上一名外援 上场打比赛 这其实非常有必要 而且呢 允许有外援 参加斯美的比赛 会更加的精彩 竞争的强烈程度 以及呢 竞争的积极性会更高 毕竟呢 我们国内的比赛 如果说 接下来 真的全部都是 全华帮出战 那么很明显呢 冠军的战队 基本上呢 跟全运会 没有很大的区别 也就是广东 辽宁跟浙江 那么接下来呢 允许外援上场 当和出战 这基本上呢 成为了 姚明 接下来的 安排所在 众多球队 现在呢 做出来的行动 也基本上呢 暗示了 这个安排布置的 所以说啊 杜丰呢 他把威姆斯 给召回来 对接下来呢 去继续 击败 辽宁队 还有呢 在四杯比赛 当中 未免四点贯 那基本上呢 也是起到了 很大的信心 大家是否看好 广东对杜丰 再召回了 威姆斯之后 下个赛季 有机会 继续拿到 十二冠军 欢迎做出 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 点点关注 并转发 感谢 大家的支持 下期见